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某商品 它的需求函數是這個 他說以致該商品的價格是80的時候 以致這個是80的時候 它的需求量是20 那麼消費者剩餘是等於多少 那我先將這個C算出來 C的話呢 就是說 你這個SE帶進去以後 這個等於PE PE就是80 等於多少呢 0.3 乘以SE是20 平方 加C 那這樣多少呢 400乘以0.3 120 12加80是200 這等於C 那這樣的話 DX就曉得了 這個需求函數 0.3 S平方加200 那麼它的那個消費者剩餘 CS 這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 0.3 0.1 X 20 負0.3 S平方加200 DX 那減掉呢 PSE 80 乘以20 好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我把它算一下 這是負的 0.1 X 30 加200 X 再上下線 0到20 這等於多少呢 20 進去的話 是800 還是8000 帶進去的話 這是8000 乘以0.1 就是800 負800 那這多少呢 4000 那所以你這個多少呢 3200 3200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3200 那這多少 1600 這等於1600 所以答案是1600 0.5 1 2 3